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静到很可怕 那个我们就会直接过滤掉 为了避免无法发声的听障朋友报案被当成无效电话 消防局建议听障朋友的相关资料一定要到社会局去登记 因为两边有连线 一旦透过有登记的手机打电话报案 身份就会自动出现在系统画面左边这个红色字的栏位 再来就是来电的时候透过规律性的按键表明自己是听障者 因为你跟我们对口的联系方式只有按键而已 对直接就只有按键而已 那你就给我们一个就是适当的频率 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能意识到你是听障人士 那后续我们再来用简讯的方式来跟你做交流 至于听障朋友则是会担心 因为听不到透过电话报案讯息会出现误差 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回复 内政部消防署去年六月大手笔花了一亿两千多万 建制了这一套报案系统 可以提供听障朋友直播一一九报案 看起来简化了听障朋友报案的号码 可是操作起来最终还是要由勤务人员透过回传简讯 以找听障朋友用按键号码来表示救灾或救护的需求 才能够完成报案的手续 跟简讯报案差不了多少 而且这一套系统台北县市都没有加入 另外如果要用简讯报案 各县市的号码也没有统一 看来听障朋友想要简化报案的方式还要再等等 记者程修林 郑凯文台北报道 一名性侵犯三次进出监狱 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假释出狱 不过三个月内又先后性侵了两名少女 这让监察委员高凤仙是相当的生气 对法务部台北地检署和台北监狱提出了纠正 高凤仙认为法务部草率的核准假释 又没有尽到监控的责任 而法务部长曾永夫面对立委质询的时候表示 性侵犯如果再犯将会不得假释 32岁的性侵犯丁大伦在17岁第一次犯案 出狱后又再度因为性侵入监 总是出狱后不久就犯案 总共入监三次 去年八月假释出狱短短三个月内 又先后性侵了两名少女 监委高凤仙痛批 法务部北检和北监明显失职 已经对这些单位提出纠正 检察院认为法务部草率核准性侵得犯假释出狱 在他假释之后才评定他属于中高度再犯危险群 又未善尽监控之责 才让汉事再度发生 如果两个月内不改善 检察院将行使质问权 法务部长曾永夫面对立委质询时表示 会检讨改进 性侵犯如果再犯将不得假释 只要性侵害的人假释之后再犯的话 以后再犯就不再假释了 好 我可以确认吗 可以确认 我觉得这才有个社会公道 另外曾永夫也强调 目前法务部也规划未来性侵犯经过评估之后 将送台中监狱附设的裴德医院强制治疗 而为防止性侵犯再犯 法务部未来也将使用第三代 具有GPS全球定位功能的电子监控脚僚 G9台北综合报道 台北101跨年烟火秀 今年加入了美国烟火团队 还有爆破大师蔡国强的创意 今年的烟火释放秒数比起去年 是多出了1分40秒 总长度是288秒 耗资了6000万元 创下历年来最高的记录 而现在透过模拟动画 让我们带您去先赌为快 烟火从101低楼层往上窜 就是降龙盘旋 像是瀑布一般 逐层点亮 这是千层银铺 为了迎接民国100年 台北101换年烟火 首度有国际团队参与 除了外界熟知的爆破大师蔡国强 还有来自美国的烟火团队 施放秒数288秒 比起去年多了1分40秒 而也首度在外长拉起360度的烟火网 这次的银架的搭法 也不是一般的传统的银架 这是属于结构强度比较强的一个 活动专用的一个专属银架 成本的问题 当然我们这次已经估计将近花费 要将近要6000万以上 那我们将会在择期 在宣布所有关于这个成本部分呢 我们自己台北101也会 自己先摊提部分的成本 然后另外会找一些 7亿来一起来共襄胜举 工作人员忙着架设烟火发射盘 以垂直钢索在外墙拉起烟火网 101表示烟火设计理念 将会加入建国百年的相关图样 不过细节保密到家 而南部的民众 也能在梦时代广场 看到高雄市政府主办的 跨年烟火秀 北高中有大型跨年烟火秀 观光局也在各地举办跨年活动 台东三仙台会有曙光音乐会 台北线观音有乐团表演 陪伴民众跨年 日乐坛也推出一系列跨年活动 跨年夜在河畔释放烟火 南台湾肯定从下午开始 就有看日落送夕阳的活动 接着一路玩到凌晨 迎接新年第一道阳光 为了迎接别具意义的民国100年 全台湾跨年活动 大临场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林立军 今天我们要来学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你会参加同学会吗 手语的结构是 同学会聚你来会吗 先比一同的动作 跟着两手左右拉开 只留下大小拇指 一起念书的男生和女生就是同学 你会参加同学会吗